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配置和科技上进行了一个升级 同时在之前也已经开启了6.98万的预售价 随后会推出6款车型 并在8月14号进行上市 那么2022款黑猫的变化非常的明显 能给我们带来怎样不一样的感受呢 我们一起看看吧 2022款欧拉黑猫 作为一个连带改款车型 整体造型还是延续了老款可爱风的设计 值得一说的是 整车依旧提供了16色的色彩可以选 非常的丰富 同时呢 全系标配的前大灯都是卤素的 但是高配车型是提供猫眼LED前大灯的选装 在前面也可以看到 快充和慢充的充电口 都集成于在车头的前面 那么官方提供的数据是在直流快充下 电量从30%充至80%仅需半个小时 其实2022款欧拉黑猫 最大的变化还是在类似 那么我们坐进车内可以看到 整体的变化集中在前面这一块 全液晶贯通品的设计 那么在这里呢 7英寸的仪表盘显示的信息比较丰富 当然也很直观了 能够看到你所想看到的所有数据 内置了还是最新的安卓系统 除了我们常见的娱乐影音系统以外 其实它还有包括了智能语音系统 OTA升级 以及说还支持APP的远程控制 那么在智能语音这一块 我们来体验一下 小欧小欧 播放梁静如的歌 爱去听陪你一起听梁静如的歌 可以看到整体不管是交互 还是说它识别 以及说进行播放 整个过程都非常的流畅 那么使用起来的体验也非常的好 另外值得一说的是 在细节上 它还加入了一些猫元素的这些色件 当然了 这些也会得到很多女性消费者的喜欢 试驾的这款车型是顶配 因此还配有自动空调 360度全景影像 自动驻车和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高级功能 整车都是织布座椅 可以看到它用了一个三色的配色 然后整体的视觉效果还是不错 那么在靠背的这个地方 还有一个黑猫的猫头的卡通形象 整车的座椅得益于更厚的坐垫以及靠背 因此整体的乘坐书性还是不错 我们现在来到了车辆的后排 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非常贴心的设计 那么就是在避速处有一个小镜子 它能够让我们坐在车内就看到 后方有没有行人或者车辆 这样在我们开门下车的时候 可以避免一些事故发生 得益于2475轴距的优势 可以看到它的后排空间 在同级别中来说还算是比较充裕的 值得一提的是 它后排的座椅是支持五五比例的放倒 这样放倒之后 能够大幅提升整车的一个装载空间 2022款的黑猫是基于ME纯电动平台所打造 那么这款车也是此次私驾的顶配车型 搭载的是最大马力为61马力的纯电动机 并提供了两种驾驶模式 一种是经济 一种是标准 在经济模式下最大的车速能够达到70公里每小时 那么在标准的模式下能够达到最高车速107公里每小时 得益于轻量化的设计 欧拉黑猫整车起步的时候是非常的轻盈的 你看初段加速的时候表现也不错 因为是61马力的电动机 所以我觉得从起步一直到加速到80公里每小时的车速时 整体的加速感还是很明显的 当然了过了80之后后续的加速就显得法力了一些 其实这两种驾驶模式我个人觉得动力响应上其实没啥很大的区别 两种最大的区别还是在于他们对于最高限速的标定不同 动能回收呢 这个车是分为三级可调的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中级的 因为开启了之后 会让你觉得在松开油门的时候 整车会有类似的燃油车滑起那种感觉 因为我个人是喜欢开这种模式的 所以我觉得中性会比较好一点 那么低档呢 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开启最高档的时候会有很明显的刹车的感觉 但也不是那种声拉硬拽的 所以整体不会介入的很突兀 对驾驶感受整体是没有很大的影响的 那么值得一说的是 黑猫还拥有了单踏板的模式 这个模式我个人觉得在走走停停的拥堵路况下使用很好 整车的转向然后是非常的轻盈的设定 所以这也非常适合女孩子来驾驶 驾驶起来我觉得是很轻松 以及整车的表现是很灵动的 那么悬挂系统呢 也是偏舒适性的那种调校啊 整体还是具有一点点的韧性 因此在过坎的时候 就是颠簸路面的时候 还是非常的干脆 整体的表现在同级别中来说都算是比较好的 最后我们再来一个总结吧 其实欧拉黑猫就是早之前欧拉R1的升级版 当然了今天试驾的2022款 就是最新的连带款的改款车型 整车动力系统开起来非常的灵动 满足日常的基本代步也没有问题 同时它的空间在同级别中的表现也不错 噪音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给我最大的印象是 整体的科技感升级很充实 尤其是智能语音和安全性方面的升级 当然这也提升了它整车的一个精致度 相信此次的升级也能符合更多 旅行消费者的方心 本期的额看新车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期我们不见不散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